十八王公廟 而且那個喔 越到晚上的時候 香火越 越頂盛 因為很多 其實很多的特種行業 就是晚上要去求 要去求彩啦 要去求彩 那我們 西子灣這個十八王公廟 它裡面是 供奉十八位王爺 十八位王爺 它的主神是 北極玄天上帝 我們說的兄弟公 這邊 待會兒如果說 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裡面去 沒有宗教信仰 忌諱的話 歡迎到裡面去 禮活一下 祈求平安 然後來好 福氣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 這棟建築 就是我們的 哈國英國領事館 官邸 我們要介紹這個 英國領事館之前 我們要先介紹 早期的時候 這個英國領事館 是從那個 中國福建 到我們的 其實英國領事館 在台灣有三個地方 落降 它第一個地方 是在台南的安平 安平那邊 德基洋行跟書屋 德基洋行跟書屋 在安平那邊 有一個德基洋行 書屋那個景點 它的對面 有一間國小 叫西門國小 那個地方 是第一個 英國領事館的辦公處 那後來 它又到新北市的 淡水紅毛城 那一直到1864年 那個年代 因為外國人 跟台灣的生意 越來越 越去 那個緊密 平衡的狀況之下 才把英國領事館 又搬到我們的打工 就是我們的 其後 那個地方 奇津 就是現在講的奇津 它是 早期它是 從北部是搬到奇津 不是在這裡 然後在那邊 它初期是 在一條船上面辦公 一條三月號的船上辦公 那後來 覺得說這樣搖搖晃晃 也不好 後來他才在 租建民房 在奇津那邊 租建民房 他在那邊辦公 後來他發現 這個英國領事館 這樣好像 感覺到不夠氣派 對啊 太過寒酸 人家那時候的洋行 也是很賺錢 那英國領事館 他那一個英國領事館 結果 沒有相對的待遇 他覺得說 這樣不夠氣派 後來在 1876年的時候 英國人就開始 找地方 開始找地方 然後 開始找建築師 然後找工匠 後來開始建 才建了 三下的這個 英國領事館 1876年開始蓋 好 那到1879年才蓋好 這些棟建築物 是在1879年蓋好的 好 三下的 領事館 跟山山的官邸 是在1879年蓋好的 好 啊當然啊 這個 建築物有沒有 我現在看過 很像是1879年的建築物嗎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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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過 因為在1977年的時候 台灣經歷過一個叫 塞諾馬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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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塞諾馬台湾是西北 就從這邊 吹上來 把這個建築物有沒有 就把他摧毀的 幾乎變成 斷圓產壁 我們在三下的 英國領事館的那個 那個 耐動建築物 呃 待會如果有機會的話 下去看有圖片 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被摧毯破壞成什麼狀況 在三下呢 有圖片 有圖片 再為大家做介紹 好 好 那接下來那個 領事館喔 他英國人為什麼要在台灣設領事館 他主要有四個目的 其實也是跟現在我們在全世界各地設立所謂的大使館 或者是經貿辦事處一樣的道理 他就是要保護英國僑民的安全 第二個我們主要目的就是要從事經濟貿易的行為 要經商要賺錢 第三個目的呢 他就是要行使領事裁判權 所以說他在三下這個英國領事館 這個地方 這棟建築物的後面這裡 有一個那個玻璃地磚的那個 那個場景那邊 那邊有三間勞房 從物件資料記載那邊有三間勞房 那西北市的淡水紅包城那邊呢 有四間勞房 還保存了盤完成的 牆壁都還在 但屋簷已經屋頂不見了 那我們這邊呢 為什麼會只剩下一個那個玻璃地磚 就是因為 在1925年的時候 日本人 那時候已經從那個清朝政府接收過來那個 台灣的那個統治權吧 那英國人他是在1861年就來了 1861年清朝那時候就來了 那他來了以後呢 那日本人又來了以後 那這塊土地就是日本政府在管啊 所以說他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要經過中軍政府的統一 所以後來英國人就覺得說 那我乾脆就把台南跟高雄的產權 在1925年就賣給日本政府了 就完全賣給他的 所以說呢 1925年以後呢 日本人把產權買過去以後 算是這棟觀點有沒有 他把它當作是一個那個 高雄的海洋觀測所 海洋觀測所 那是誰吵啦 無關 那後來國民政府來的時候 就把這個地方 當作是一個海洋車禍所 我們現在台灣有很多海洋車禍所 就是一樣在收集氣象 但是他的那個地點呢 像台南他就比較 社區啊 那一般的這個海洋觀測所 這個都是在靠近海邊的地方 因為他收集氣象資料 那我們繼續往裡面為大家介紹